我是Andy 請聽我說草根行者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這條線難不難走的? 幾多顆星的? 大哥,這條線要不要帶水? 因為我很容易出汗 但我又不想揹那麼重的東西 這條路線有沒有廁所? 要不要去還是先? 喂喂,走完這座山之後 有沒有什麼美食可以移肚? 不要吃,我不收貨 這條線走多久? 兩個小時走不走得完? 我晚上還有夜中人吃飯 真的嗎? 喂喂,你們一隻幾隻材料 還有這麼多東西問 那就是我Andy出動的時候 有 當稀山吹完水的時候 就輪到稀山繼續吹水 當稀山繼續吹完水的時候 就輪到出閘後吹水 當出閘後都吹完水的時候 沒錯,歡迎你收聽 出閘,出閘,繼續吹水 主持人Andy 由堂去坑口 Hello,我是Andy 我是朋友 出閘,繼續吹水 這次有吹十三條路線 跟上一次有點不同 不過如果你有聽上一季的話 你聽到可能會發現到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路線原來新延了 即是說 你可能跟上一季玩完的線之後 原來今季開始有些路線 就是上一季的一些節目的新延路線 好像這樣 今天和大家在油塘地鐵站出發了 那先說油塘站的歷史 其實大家都知道 油塘站將軍澳線其中一個站 由觀塘線 過海一定要經油塘站 但原來早期規劃的時候 油塘站並不是這個名字 其實以前是馬流塘站 你有沒有聽到馬流塘 可能你也會熟識馬油塘這個地方 但以前的早期規劃 應該就是馬流塘站 成為了觀塘線的總站 但在真正開通地鐵的時候 那條線只不過是觀塘 及後到2002年左右 正式通車了 這個將軍路線 油塘站也正式取代了觀塘站 成為一個過海站 當然,今天的油塘站 也是在將軍路線的地鐵站裡 設施是最好的 而且出口也是橫跨了遺憶信徑 可以這樣說 如果真正走遺憶信徑的話 遺憶信徑第三點開始 就是由藍田地鐵站 經過油塘上魔鬼山 但今天介紹你們的路線 走少一點 我們由油塘地鐵站出發 從A出口 走到將軍路墳場 那裡有一條路 一條是樓梯上 一條是斜路加樓梯 我們完完全全跟著 衛耶信徑第三段走 由油塘 一路進去斜路 再接樓梯 再接樓梯上去 第一個景點就是魔鬼山炮台 奇怪 魔鬼山炮台 以前是裝大炮的 真的啊 裝大炮的 還有一個很奇特的東西 這不是我做的 是我的朋友找給我 不知道為什麼 在魔鬼山炮台為止 有Andy的名字 這次真是大件事 經常都以為是我自己 說上去的 其實圖鴉真的不對 但這真的不是我圖上去 可能我叫Andy 可能出街很多人都叫Andy 不知道誰做了 但不要誤會是我就可以了 然後一路上去 魔鬼山炮台 一路上去 其實還有少量炮台的位置 其實這條線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帶給你看到 以前香港防衛的歷史 老實說 在香港的東邊 最重要是兩個里緣門 香港多里緣門 還有九龍這邊的里緣門 還有魔鬼山炮台 就是香港東邊 水域的一些防禦 而更加在西邊 有魔星嶺炮台 還有尖沙咀和岸旋 以前也有炮台設施 所以以前來講 整個的維多利亞港 已經有足夠的防衛 但大家都很清楚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軍是由陸路進來的 亦都很快速攻陷了新界 以至到再過海的時候 香港也都算守得來 所以二十多天 但仍然都是失陷 直到現在 今時今日 你猜這些炮台 還有沒有實際上軍事作用呢 可能已經沒有了 而且在國家裏面 這是高度機密 可能大家都未知道 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 是應該怎樣去做香港防衛的 如果你知道的 可以私底下告訴我 因為這些在行山裏 大家都是教學相長的 你聽我說 我又可以聽你講的 其實上到魔鬼山 最近呢 近年亦都發生了一件 很轟動的事 就是話說有三個年青人去行山 就兩個下山 其中一個在哪呢 其中一個呢 就懷疑被兩個同行的朋友殺了 這件事呢 就真的在新聞裏面 都幾轟動 還有呢 還有呢 我一個朋友就是 山難的拯救隊的人 民安隊的 他要上去 要找回這個失蹤的年青人 但呢 那次呢 他按叫就 我忘了好像去那間的人找不到的 是之後才找回那個年青人出來 大家都覺得很無謂 為什麼為了一些錢人的東西呢 而去動了殺機 而有一個仇殺的行為呢 其實都讓我們去反思一些事情 在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是不是有些事情 真的比起金錢更加的重要呢 難道就是為了那些錢 而去拿人命呢 這件事都值得我們的心思 其實走上這個魔鬼山上面的時候 也有很多迷思 因為呢 我們的政府 說要開發街夜公園的 整個山的樓梯 都是寫著特首的名字 然後當然是說一些不好聽的話 所以呢 都會感覺上呢 走這條路呢 真的很多東西看 很多新聞去聽 甚至乎我們迷思一樣的就是 就是說 香港地方這麼小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還有這麼多的街夜設施呢 其實香港呢 有40%的地方 是屬於街夜公園的範圍 讓我們真的能夠在街夜裡 除了能夠吸淡新鮮空氣之外 都讓我們再去想一想 究竟又是什麼呢 除此之外 我們一路上去的時候 上到魔鬼山的頂 其實不是很高的 因為呢 過完炮台之後 所謂的頂 其實呢 是要走過將軍路墳場 然後到馬路 到馬路之後呢 這條路是很有趣的 要過一個馬路 然後在涼亭呢 就可以再上山 上完山之後呢 那其實有什麼山 馬狐山 山腳附近有一個叫做馬狐廢堡的 好老實說 馬狐廢堡呢 我自己就很少去想 究竟這個堡壘怎麼來 它為什麼會荒廢了 反而呢 我會想起另一件事 我們去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被鐵絲網圍住了 但是呢 我們同一時間也都發現呢 這個鐵絲網被人剪開了 那我們當然呢 他玩的人一定不會進去看了 進去看的時候呢 發覺呢 有很多圖鴉 也都在裡面發生了另外一件轟動的新聞 話說呢 有人去拍婚紗照 拍的照很漂亮的 那麼 有其中一輯呢 它是在裡面放火 還有一個火焰的效果 拍出來呢 大家都拍爛手掌 好漂亮的那輯照 但是呢 令大家有個迷思就說 為什麼你在一個的古蹟裡面放火 古蹟裡面放火 故自然是不對的了 所以呢 大家都會覺得 這些道德問題就出現了 究竟呢 我們是怎樣去對待這些古蹟呢 甚至乎就是 過時隔了一段日子之後 麻狐廢寶又是怎樣呢 它真是繼續荒廢 繼續是很寧靜地 存在在山上 還是繼續有不同的破壞呢 這個都值得大家去想想的 整段路呢 最後是駁什麼呢 整段路出了麻狐廢寶 駁回到靈實路 靈實路呢 就駁回到靈實醫院 由靈實醫院那邊 我們再走出坑後地鐵站 那其實呢 整段路呢 是不是很奇怪 又經過魔鬼山 又墳墻 然後呢 再去醫院 但是呢 想說個笑話 其實我走這條路的時候呢 是幾年前的農曆年初一來的 好老實講呢 對於這些長輩來說呢 哇 又說你又入醫院又過墳場 大吉利是嗎 但其實呢 行山的東西 我們沒有所謂的 因為呢 其實行山來講 就同於和大家 過年去拜年一樣的 其實就是說呢 都是行過山 大家見下面 都是一個 身心 舒暢的活動 也是 對你的健康有益的 所以呢 我們更加覺得行山活動來講呢 不受這個時間地益 或者是那裡的一個環境去限制 那其實你會問了 為什麼行行行行不繼續走 衛奕頌第三段呢 是的 衛奕頌第三段呢 其實還有東西玩的 伸展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會經過小夏威夷徑的 去回小夏威夷徑之後呢 可以下去看小夏威夷徑 這個的而且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條路線上 想加色彩 就會走走走走其他不同地方 可以多看些東西的 那同樣 你會問 那到底新延了什麼地方呢 那麼其實呢 在上一季裡 我曾說過 由坑口走到寶林村 其實這個就一個新延了 其實原來告訴你 你能從刀站 一路走到寶林村 一路走到寶林村 有少女峰,接著會經過一條小小的山路 同樣,這段路都一樣會經過小夏威夷步 然後回到寶林村 這個整個就是一個在將軍澳裡的一個伸延的行山路線 也可以拆開兩次玩 拆開兩次玩,每次大概都是兩個多小時 讓你能夠感受一下整個環境是怎樣 很多時候會問,你上次有一個什麼打卡位 為什麼這次沒有說的? 當然不會不說 就現在告訴你 我上次印象是哪個打卡位 第一個,魔鬼山砲台 在砲台的位置去打卡 第二個位置,不要介意 在將軍澳墳場 因為衛夜信徑是經過墳場的路 但是那個環境,你看海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對,不要浪費了這個風景 因為這個風景 看出去的海邊,如果是能見到高的日子 你真的可以看到一望無仔的大海 你只要拿得漂亮的鏡頭 你完全感受到一個 什麼叫做? 你把整個大海懷抱住了 當然,整段路是否沒有休息位呢? 其實有的 過馬路之後 其實有一個涼亭 在涼亭那裡可以大家稍時休息 也可以繼續去登高 同樣有一條平衡的路線 就是過了涼亭之後 有一條平衡的山路是直達麻湖廢堡的 只不過我們通常來說 我們不採用這條路線 原因是因為我們走山都想登高 只是看多一些東西 上到茅湖山的時候 我們是會看得到西貢的景色 還有看回後 其實將軍島一帶的風景都會看得到 而且那裡也是一個 都挺多人的仇運鬥 所以很多時候 一些神文路線 甚至乎是一些 平常大家走的一些出名的山徑 原來就可以串在一起 成為一些很好玩的山路 整個的行山活動裡 其實帶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我其中和你分享了一個向導 就是對於一些人物的關係 但是你可能會問我 其實行山呢 有什麼裝備 雖然很久之前我也有說過 但是所謂功欲善其事 必是離奇器 其實如果你今天才聽我節目 你也很想學習去行山的話 第一件事 你也是買一對行山鞋 買行山鞋 是真的整個行山活動來講 對於我的立場去看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雙腳舒服 你自然會走得好 也會走得遠 選鞋子的時候 最好去一些運動用品公司 也不要介意對鞋比較貴 我們通常都建議這些鞋 貴買便宜 也有人問 Cortex 還是買一對行山鞋 還是隨便買一對行山鞋 還是隨便買一對行山鞋 其實來說 Cortex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真的踩水桶 你的腳是不濕的 但是 告訴你 防水鞋也會入水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副管濕了的話 水流到你的腳 裡面一樣會濕的 又或者水比你的鞋子高 一樣會濕的 所以 Cortex 最大的用處 就是 走一些水的地方 或者下雨的時候穿 你說平時穿 可以不可以呢 平時穿 雙腳是會焗一些的 所以你去選擇的時候 Cortex 是其中一個選擇 或者隨便買一對 傳統的鞋 心坑那些 人們說 連地盤工都穿那些 那還可以呢 其實 可以的 只不過你對腳負重會多些 因為那些是會重一點的 但是 就真的比較咬地一些 還有 真的讓你走得比較舒服 傳統的鞋子有個好處 它能夠保護你腳眼的地方 你真的有什麼事情扭到腳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保護 讓你的傷勢沒有那麼嚴重 最後呢 跑山 有些人說 我平時跑開步的 我轉行跑去跑山 那其實呢 你千萬不要拿跑運動場那雙鞋出去跑山 很快 那 跑山有跑山的鞋 當然了 你跑山的活動呢 它的安全性呢 相對是減低了 因為呢 跑山都是最重去輕 最重去咬地 那所以那些鞋子通常低痛 變成了對於你腳眼的保護是沒有那麼強 你真的去考慮 你轉行玩行山的時候 究竟你是 想著我是一個跑手 我上山繼續跑啊 第一 還是呢 其實我轉行來玩行山的時候 是因為呢 我上身是健康的而已 而且真的想安全的話呢 就用回最安全的方法 那去買鞋的時候 那些店舖都有一些斜台給你的 那你要試的時候呢 記得 穿好對新鞋 試一試走上車台 感覺到它是否滑 這樣都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呢 你滑低了的話呢 在店舖上滑低就當然沒問題了 但如果你真的在街外滑低了呢 就會很嚴重問題了 當然了 就不要像網上流出一段短片那麼搞笑 有人呢 就去鞋舖買鞋 穿完這雙鞋之後呢 就跑出鞋舖 跑完一圈才回來的 當然是不需要做這件事的 最重要是在店舖裡 你穿好一雙鞋 穿好一雙比較厚的蜜 然後你去試一下 去走一走一個圈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這雙鞋也挺合適的 當然啦 第二件事呢 最重要的是買什麼呢 就是買蜜 買一些厚一點的蜜 跑步的話 跑山的蜜桶都會短一點的 都很適合 幫助你去跑步 而一般的行山人來說 穿對厚一點的蜜就可以了 因為都是幫助你 你真的能夠吸汗 或者都是幫助你 在腳與鞋之間 減少摩殘的 當然啦 買鞋的尺寸 其實你如果很清楚 你自己的腳有多大的話 沒問題的 你自己買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不太清楚 或者你說我鞭鞋腳 甚至乎 有時候我的腳會脹一點 那怎麼辦 我哪個小時去買鞋 會比較適合 其實是建議 是下午之後才買鞋 因為對腳應該是醉醬的時候 那你試的時候 你買的時候 你在醉醬的時候 都適合著 舒服的話 那你就自然 你再走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發現 你的腳醬了之後 就頂腳趾 會頂到你腳趾會受傷 那所以這些行山的提示 日後都會和大家分享多些 那今集來說 記得了 我們是由堂出發的 然後走去坑口 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有力的話 不妨把兩個地方 再串連寶林村 一次過走完 將軍澳附近的地方 好 那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再見 有呼吸的聲明 上報告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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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